我明明记得我的孩子肩膀上有个红色的胎记 会不会是冒错了 不可能啊 名字就在这儿 你是不是看错了 老婆 你是不是刚才生孩子的时候太虚弱 产生幻觉了 是吗 看什么看 好好干活 其实妈妈给我准备的生日礼物吗 你干什么 你是我学生的事 我也是你跟自助陪伴着 你碰到你 啊 妈妈 你什么东西 只有你 妈妈怎么会抛弃我 你干什么 妈妈 你怎么会抛弃我 你走出来 出来 快起来 快起来 哭哭哭 还有点哭 哭哭哭 不要的 你就快好了 那我们的运行不准起来 哭哭 还有谢兰欣那个贱人 我早晚弄死他 他中午发病慢 无色无味 症状性 就算你身体出现症状 也会被物质为其他部 夜兰欣 只要你死 我就可以认为女儿 重立这个家的女主神 这就是首富家的孙女 韩志典汤不出生的亲亲大小姐 人家这才叫会投胎呢 人家这才叫会投胎呢 哼 给你十万 赶紧把孩子给我打掉 这事儿千万不能让蓝星知道 张姐 你只是叶家用人 别痴心往下 慢点儿 小心孩子 真空 我们也有孩子 别痴心 你抢走了我的心意 让我一辈子只能死后生 我只要让你的女儿跟我一想 这辈子只能活在阴谷里 以后我的女儿 才是首富的孙女 老婆 老婆你醒了 我孩子呢 呃 护士 孩子在这儿呢 是个女儿 很可爱 不对 我明明记得 我孩子的肩膀上有个胎记 四月 咖啡 大小姐 看 我给你买了什么式的礼物 喜欢吗 我不喜欢 好扯 我好冷 好冷 怎么回事 你怎么还打盒了呀 是不是 计时了呀 快给王医生打电话 好 承承 哪里不舒服 怎么样 王医生 放心吧 夫人 孩子就是吃撑了 您的宝贝女儿 一点事没有 吓死我了 还好我的宝贝女儿没事 妈妈 妈妈 学学育 好 好 好 妈 妈 我终于考上首度中医医学院了 什么 这所学校是很难考的 而且妈您放心 我会自己兼职打工 不会让您交学费的 想上大学 怎么 妈 你干嘛呀 好不容易考上的大学 为什么不上啊 妈 妈你放心 你给我毕业了 我就能让你过好日子 关退 那我说不许你 就是不许你 过好日子 你做什么 你这鼻子 雷希的出路 就是跟我一样 蹭好人 你这鼻子 雷希的出路 就是跟我一样 蹭好人 吸来吸 你抢了我的男人 毁了我的好日子 我绝对 不会让你的女儿过得好 苦什么苦 还不赶紧跟我打工赚钱去 每个月拿不出五千块钱来 就是别回来了 妈一直说爸是个父亲渣男 他是被爸伤害了 才会对我这样 没关系 我可以再多打几份工 这样就可以 把家里的生活费和我的学费都攒出来 我不会放弃学业的 对 您的咖啡 您的咖啡 叶总 顾院长 久等了 顾院长 那我们集团旗下 医学院招生的事情 就拜托您了 叶总 我办事您放心 那我先走了 好 顾院长您慢走 再见 女士 女士 你醒了 来 我扶您起来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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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没事吧 我没事没事 就是看你有点眼熟 孩子 谢谢你救了我 您别客气 您别客气 你是医学生吗 怎么会随身带着针灸包呀 我的确考上了医学院 但是因为家里没钱 所以就没有去念 我们集团旗下的医学院 刚好有几个特招名额 只要在下个月的论文比赛中取得名次 就能免费入学 真的吗 太好了 我想报名 我们家刚好具有报名表 你跟我回去取 现在可能不太方便 如果我现在走了 可能会被经理辞退的 你在咖啡厅工作 很难专心准备论文的 这样 我们家呢 刚好去一个小施工 薪资不错 比这里更适合学习 你愿意来吗 可以吗 我愿意 张姐 我 我还从来没有建过这么大的房子 宋桥 从今天开始 你就在这里工作 夫人回来了 妈 你怎么跟夫人在一块 你们认识啊 你们认识啊 这是我女儿 宋桥 这么巧 原来她是你女儿啊 不好意思 夫人 打扰了 我这就赶她走 不是跟你说了 别来叶家找我吗 你不听话了 赶紧走 你别打孩子呀 你误会了 是宋桥她救了我 我看她投缘 才邀请她过来做终点工的 顺便呀 把我们艺学院的报名表拿给她 宋桥 以后呢 你就简单做打扫就可以 就以学业为重 知道吗 谢谢阿姨 我看你女儿啊 特别投缘 我好喜欢她 绝不能让宋桥留在意义 给叶兰青过多基础 而且等会大小姐和上一字 我回来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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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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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生日晚宴准备得怎么样啊 放心吧 夫人 好 明明我和大小姐是同一天生日 可妈妈只被大小姐过 喂 陈助理 我最近身体不太舒服 帮我约一下体检 对了 顺便给陈辰也一起约上 好 妈 生日快乐 谢谢妈妈 好漂亮啊 这是妈妈专门给你抢的限定款 今天是你二十岁的生日 你是妈妈唯一的女儿 等你毕业之后 这叶家的一切 你就可以正式继承了 妈妈 我爱你 妈妈 你帮我戴上好不好 好 来 真羡慕大小姐 有这么好的妈妈 从小到大 我妈还从来没送过我礼物呢 真好看 谢谢妈妈 真希望我能拥有一个 像夫人这样的妈妈 哪儿来的土包子 也想要我的妈妈 晨晨 你怎么能这么对宋桥说话呢 夫人 大小姐说得也没错呀 你什么事分 做什么梦呢 干活去 对不起 剩我多醉了 我这就去干活 给我放开 还来我哥的 哥哥 你怎么来了 我妹妹过生日 我怎么能不回来呢 生日快乐 谢谢哥哥 行李啊 你这回来也不提前 跟妈妈说一声 我好派人去机场接你呀 就是不想让您太操心 前段时间听说您晕倒 所以我这才着急 回来看看您啊 宋桥 来 当时啊 多亏了宋桥 是他救了我 妈 我们去晚宴吧 好 谢兰心对这个小畜生 太过喜欢 不能让他发现什么 我必须想个办法 让他厌务送桥 把他赶出夜间 小姐 我要进来打扫了 您在吗 那我进来了 夫人 您和小姐的体检报告出来了 但检测结果有些异常 什么意思 报告中显示 您和小姐的血缘关系 可能存在问题 什么 您和小姐的血缘关系 可能存在问题 什么 我看看 怎么会这样 王医生建议您去做个亲子鉴定 您看接下来怎么办 亲子鉴定 我想了二十年的女儿 你们现在跟我说 有可能不是亲生的 好 做 直接用血缘做 这件事情 先不要告诉任何人 是 夫人 我打扫完了 先去咖啡店了 好 路上注意安全 嗯 不许走 妈 怎么了 晨晨 你送给我的那条项链丢了 怎么会丢了 我要搜他们的身 大小姐 我坚持要迟到了 必须得走了 不行 今天要是不找着我的项链 你们一个都别想走 我要挨个搜身 晨晨 我相信宋桥的贫性 应该不是他拿的 他赶时间就让他先走吧 你再想想 你是不是随手放在哪儿忘了 不可能 妈 我就放在一个盒子里 肯定是被人偷了 宋桥 现在就只剩下你一个人没有搜 那麻烦小姐快点吧 我真的来不及了 circle 我把 杀人 肋 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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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是你透过 这怎么可能 这条项链从你的包里送出来 还想不承认 真的不是我拿的 我也不知道 它怎么会在我包里 你不知道 现在人赃并过 还想装到什么时候 真的不是 我没有拿你的项链 你 晨晨 应该不是宋敲拿的 我觉得这件事情 应该有什么误会 妈 你怎么像是一个外人说话 我记得我的黄金 现在是你在打算 之前你没来的时候 从来就没 不是也没丢过东西 怎么你一来就丢东西 真的不是我 请您相信我好吗 宋桥 如果你真有什么难处 可以跟我讲实话 夫人 真的不是我拿的 我可以发誓 现在还在我妈面前装可怜 之前我妈送五项链的时候 你就一点信 后来还说什么 想让夫人做妈妈这种话 你怎么竟想这种美事 看你从那个时候 就能想想我的东西 宋桥 你就给夫人和大小姐认个错吧 夫人都怪我对她属于管教 这孩子小时候就偷拿我钱去买零食 这就她以后 全都到大小姐的身上 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原谅她吧 好啊 原来你还是个惯犯 原来你还是个惯犯 妈 我什么时候偷过你的钱 你怎么能在这么多人面前污蔑我呢 况且这个项链也不是我偷的 宋桥 妈知道你为了攒学费想留在这儿 可你也不能因为羡慕大小姐就偷她东西啊 你这样 怎么对得起夫人的信任呢 夫人 宋桥做错了事 我只给她妈的 也没脸让她留在这儿了 我只有赶她走 妈 有点意思 她亲妈都这么说了 这回你总该相信了吧 宋桥 我本来是很相信你的 但是现在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 我只没想到我见看错了人 你太忍我失望 夫人 我真的没有难 不是我偷的 你到现在还不承认啊 好啊 来人 把她送去警察局 让她在警察局里 慢慢认错 放开我 如果这件事情不查清楚的话 我会留案底的 杰兰欣 你要是知道 是你牵手把你的女儿送进门 会是什么表情 放开我 走 董董 喂 夫人 亲自禁止结果出来 你的情深女儿另有其 什么 什么 晨晨 妈妈有事 先离开一下 这件事一会儿再说 妈 我不信 报告给我 我要亲自看看 怎么会没有学员关系 这 她既然不是我的女儿 夫人 怎么会这样 我养了二十年的女儿 她既然 不是我的亲生骨肉 我把我所有的爱都给了她 那我的女儿在哪 我的亲生女儿在哪 女儿 你过得幸福吗 你的爸爸妈妈 也会像我疼爱晨晨一样 疼爱你吗 晨晨 晨晨 是不是 只要我对晨晨好 你们也会对我的女儿好 你给我走 住手 妈 我要把这个小偷送去警察局 夫人 我真的不是小偷 请您相信我 不要 不要 宋桥 我可不可以看一下你的肩 宋桥 我可不可以看一下你的肩 宋桥 还不敢借你夫人道歉 夫人 都怪我没有嫁好孩子 我打她 给你和大小姐出气 打死你 打死你 妈 妈 我是约翁 我在想什么 她怎么可能是我的女儿 可如果我的亲生女儿 你像宋桥这样 被她妈打 那该有多难过 住手 就算她真的做错事 你也不该动手 夫人 您别拦着我 像这种不知廉耻的孩子 你得动手教育 夫人 我真的是冤枉的 救救我 说了 宋桥 既然你说你是被冤枉的 那如果你能找到 你被冤枉的证据 我就相信你一次 妈 都已经证据确凿了 你怎么还要相信她呀 是啊 夫人 宋桥她做错了事 不配留在业家 也配不上您的现实 宋桥 你怎么说 夫人 东西真的不是我偷的 但是我也没有证据 能证明 妈 我能为她证明 我能为她证明 什么 你能证明 我经常看到宋桥 去了陈寿的房间里做打扫 只是完成了打扫的工作就离开了 全程没有碰任何东西 我打扫的时候并没有看见大少爷啊 难道他是故意在帮我 既然你看见了 你刚才怎么不说 哥 你该不会 只是为了帮这个小偷开脱吧 一开始我不帮 是因为我跟他不熟 觉得没有必要 我现在为他证明 是因为我觉得这场戏 越来越有意思 戏 对 在座的所有人都在指证 宋桥就是偷了东西的那个小偷 就连他妈都出来作证 这其中一定有问题 兄弟 我认为 一定是有人故意栽赃宋桥 咱们家不是有监控吗 只要我们调取房间里的监控 就能知道宋桥当时在屋里干了什么 你说的对 那调监控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 好 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 晨晨 你过来 我有话跟你说 哼 不行 不能让他们查到监控 妈 妈 您找我什么事啊 这是我从小养到大的女儿 如果我现在告诉她真相 那就太残忍了 罢了 就当做 不知道这件事情吧 妈 你怎么了 没事 妈妈就是想问你 论文比赛准备的怎么样了 妈 我是谁啊 我可是从您肚子里生下来的 您那么优秀 我肯定也继承了您的优秀基因 论文的事情 肯定没问题 真是妈妈的好女儿 谁啊 我不是说过吗 等没人的时候再进来打扫 给我出去 叶总 不是 郑国 我有事跟你说 你一丝不来了 你一丝不来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在医生不要单独找我 你忘了 郑国 郑国你听我说 现在夫人要掉监控 看是谁拿了小姐的项链 你求求我怕 醒开 手脚不赶紧跪了点谁 啊 别来找我 叶正国 你是不是忘了 你只是我给叶兰心下药的事了 什么意思 你是在威胁我吗 我支持你 当初是你自己的主意好不好 我呸 明明是你够赢我 拿结婚做借口 让我给叶兰心下药 现在成了我的主意了 叶正国 你我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我不好过 你也别想吼 不想帮我事吧 行 我现在就去找叶兰心 把你干过的事 都告诉他 哎 等等等 哎呀 亲爱的 我帮你还不行吗 早答应我不就完了吗 费我这么多话 叶正国 你只是个过河拆桥的狗东西 再说一遍 我说你是狗东西 你就是叶兰心 养在身边的哈巴狗 哼 别忘了 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 你当回了上位勾引我 现在出了事 想想我来给你擦屁股 你可是够贱的 叶正国 你这个王八蛋 明明是你勾引我 害我怀了运 说好要娶我 你转头就给叶兰心 挑他上了 这不是因为你 我能这么惨吗 因为我 你以为你是谁呀 啊 我的终极目标 一直都是叶兰心 至于你 咱俩之间只是玩玩而已 你还当真了 你就是一张狗屁股 你却也不掉 叶正国 你说真话你还是人吗 我说的不是人话 我告诉你 那叶兰心是谁家亲戚 而你呢 别忘了你自己什么身份 你只是个女佣 再说了 当初我让你把菜打掉 给了你不少钱吧 我对你 你算是人之一尽的了 对不起 叶正国 我给你听了 你够了 行 那我答应你 我来继续监控的事情 原来是你 我求求你 你答应我一件事情 你现在就走 我不想再看到你这张脸 走 小心点 一会儿把别人找过来 我们谁都没有后果的去 害怕了 叶正国 我再告诉你一个 惊喜的事情好不好 其实我当初 根本就没有打台 你是我珍宝的叶姓陈 就是我们的女儿 宋桥 才是一蓝先生的小杂主 你他们就是个疯子 大桥姐 您怎么藏在这儿啊 是不是饿了 我给您做点吃的吧 这是我家 我去哪儿 需要跟你一个佣人汇报吗 只是我今天 听见一件很离谱的事情 想来问问你 什么事情啊 我今天经过我爸的办公室 听到你说 我 是你和爸爸生的女儿 这件事情 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都听到了 这 是真的 不可能 你一定想要钱对不对 你找我爸爸要多少钱 我给你 但是请你以后 不要散布这种谣言 听懂了吗 可是 我真的是你的亲妈 你胡说 我妈 是叶兰心 我是叶家唯一的正牌大小姐 根本不可能是什么佣人生的女儿 你这个下贱的佣人 你是不是就是想要钱 还是说 你就是想取代我妈的位置 来详骗我爸 你可真是够厚颜无耻的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 辰辰 我真的是你的亲妈 我就是为了你 才留在叶家当佣人的呀 我当年把你跟宋桥交换 也是希望你能过得更好 辰辰 妈妈爱你 你闭嘴 我不信 我现在就去找我妈 咱们把事情说清楚 行 辰辰 一定不能让夫人知道这件事 什么事情不能让夫人知道 什么事情不能让夫人知道 你是不是又欺负张仪了 怎么可能 我就是来找点吃的 吃东西就吃东西 为什么不能告诉妈 因为她 大少爷 不管大小姐的事 都是我的错 我看到大小姐来厨房找吃的 就给她做了一口 结果她说不好吃 都怪我这张嘴没个把门的 我顶撞了大小姐 把她惹恼了 她想拉着我 去夫人面前评评理 我怕夫人骂我 就拦着她让她别去 是这样吗 哦 是 这点小事 也不至于闹到妈那边去 就这样吧 你说的话 我一个字都不信 我必须搞清楚这件事情 你得跟我做个亲子鉴定 亲子鉴定 妈 这是晨晨房间门口 近一个月以内的监控 奇怪的是 偏偏丢项链那天的监控 恰好不见了 这么巧 保安说监控视频为什么不见了吗 她说可能是因为设备故障 那段时间她翘好出去巡逻了 她也不知道 嗯 好 我知道了 你先去忙吧 嗯 到底是 有人怕自己栽赃宋桥的事被发现才破坏了监控 还是宋桥怕他自己偷窃的事实被揭穿而破坏监控的呢 算了 现在没有证据 心里还替他做了证 也只能暂且相信他是无辜的 不准修了 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感谢你 刚刚替我解围的 就这么干巴巴两句话就感谢我 你这也太没诚意了 那你想要我怎么感谢你 我看这附近 好像是新开了一家高级餐厅 就去吃那个吧 高级餐厅 那一定很贵吧 妈妈现在又催我要钱 我还有攒学费 可是她帮了我大吗 好 我就请你吃这个 那我们什么时候去啊 得日不如撞日 就现在吧 怎么 反悔了 当然没有 好了 逗你玩呢 哪能真让你请这么贵的餐厅啊 与其说去吃高级餐厅 不如说你带我去吃小吃吧 我可是好不容易才 狠下心准备大出血的 好了 走吧 站住 站住 宋强 你之前偷我项链不成 八戒我妈也是吧 现在又来勾引我哥了是吧 你说你不仅脸皮厚 手段也够高的 我还真是不得不佩服你啊 小姐 我说了很多遍 您的项链真的不是我偷的 至于其他墨西友的罪名 我更是没做过 你觉得我会信一个小偷说的话吗 够了 不要在这给我张嘴小偷闭嘴小偷 偷项链的人不是宋强 以后你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好啊 宋强 你用了什么手段勾引我哥 他都为了你凶我了 叶星辰 叶星礼 你还记得自己的身份吗 你到底站在哪一边 好了 不要因为我吵架 我先走了 赶紧走 宋强 哥 我不过是看不惯宋强他勾引你才对你发脾气的 哥 你别生气嘛 还有事吗 哥 我们订婚吧 就是不要因为外人 伤了我们的和气 我说过 你是我妹妹 订婚的事我不懂 还有事 哥 宋强 都怪你勾引了我哥 他才会拒绝我 怎么会 我怎么可能真是一个佣人的女儿 宋强才是叶家真正的小姐 现在我哥喜欢宋强 我妈也喜欢她 如果我不是叶家小姐的事被曝光了 我会失去这一切 不行 这件事必须彻底隐瞒下去 我才是叶家的大小姐 晨晨 你怎么突然来找我 你不提前说一声 来快坐 不用了 亲子坚定的结果出来了 那你现在相信 我是你亲妈了吧 我希望你没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 管好你的这张嘴 否则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你放心吧 你是我的女儿 我自然希望你过得好 当初把你换进叶家 也是希望你能过上大小姐的生活 妈妈不会说的 很好 我希望你说到做到 夫人 我看见你在这儿就过来看看 没打扰到你吧 你怎么在这儿学习啊 夫人 我只是想找个地方写论文 对不起 打扰到你了 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 只是你怎么不在家里写啊 这个地方又冷 而且光线又不好 你能写好吗 我妈 我妈她不希望我念书 我怕她看到了生气 奇怪 父母不都是希望孩子好好学习吗 你妈妈怎么会这样 你妈妈怎么会这样 你这手写论文多慢呀 教论文是需要电子版的 还是买台电脑吧 等教论文前 我去借台电脑打电子版吧 您放心 不会耽误比赛的 我也想攒一些钱 留着以后当学费 像你这样 听话要懂事的孩子 真是不多了 这样吧 你呢 选一间客房 作为你的学习专属房间 刚好我女儿 有一台不用的电脑 你可以先拿去用 真的吗 谢谢夫人 但这样 会不会给您添麻烦 不会 其实啊 我一直都觉得 你跟我以前很像 特别是身上这种 努力又不服输的劲儿 我愿意帮助你 我女儿也是学医的 跟你一样 也在准备这场比赛 我希望呀 你们都能在未来的比赛中 取得好成绩 不能让夫人 和她过多的接触 我得想个办法 把宋桥赶出去 晨晨 来 吃点水果 边吃边写 谁让你进来的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叫我大小姐 晨晨也是你能叫的 让人听见怎么的 是是是 是妈错了啊 我不吃 端走 晨晨 是因为论文的事吗 这论文太难写了 根本一点思路都没有 这样下去 怎么能取得好名字 要是被妈妈知道 她一定会很失望的 晨晨 我有一个办法 你能有什么办法 晨晨 你等我 我很快回来 等我 晨晨 这个是宋桥写的论文 你看能不能用得上 我是学西医的 她是学中医的 而且她只会一些针灸的皮毛 能有什么用 她写的东西 看着倒还有点用啊 宋桥 让你身败名裂 滚出叶家的机会来了 我记得睡前我正在写论文 电脑是打开的呀 怎么现在火上了呢 不好了 夫人晕倒了 快去叫王医生 夫人啊 不用担心 老毛病啊 还是按老之前 给您开的药继续服用 不过 要加大剂量 好 谢谢王医生 夫人 我最近这个病啊 一直在吃药 但吃药了也不见好 最近头痛的更严重了 那我给您针灸吧 教我医术的刘爷爷 每次头疼都让我给他扎针灸 效果很好的 好 你别说 果然好多了 加上我的按摩 效果一定更好 你这手法还真不错 你妈妈呀 有你这样的女儿可真幸福 如果 如果我的亲生女儿 也成长为她这样的孩子就好了 对了宋桥 你肩上 妈 宋桥 你怎么在这儿 为什么我的成绩 显示暂未审核呀 我看看 怎么我的成绩单 也是暂未审核 奇怪 为了避嫌 我已经辞去了 这次论文的评审工作 怎么还会出现这种问题 喂 顾院长 是我 对了 我女儿的成绩 你说什么 谢谢顾院长 你放心 我稍后会给您答案的 刚刚顾院长跟我说 你们两个的论文 查冲率超过80% 有一封涉嫌抄袭 要我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给她一个答案 是你 肯定是你抄袭了我的论文 宋桥 你怎么在这儿 张一到处找你呢 你在这儿干嘛 夫人头疼 我给她按完就走 不用了 这里有我就够了 你还是去找你吧 干活吧 宋桥 你先去忙吧 记住 论文一事情要靠别写 马上就要截止了 好的夫人 妈 人家宋桥是好心 你干嘛每次对她 态度都这么差呀 我就是看不惯她 每天围在您的身边 讨好您 太假 对了妈 她也要参加 医学论文比赛啊 是 不过呢 她跟你不一样 她要争取的 是我们医学院的特招名额 对了妈 这个是我的论文 您帮我看看呗 我帮你看论文 那不就等于说 让我帮你作弊吗 不行不行 妈 你就帮我看看嘛 好好好 帮你看 你这内容不错 不过 你不是学西医的吗 这怎么写的是 中西医结合的呢 我这个是大胆创新 谁让我继承了我妈妈 勇于创新的优点呢 对 女儿就是要继承妈妈的优点 对了妈 之前说的 我跟哥哥订婚的事情 是不是可以提上日程了 你跟星里订婚 妈 你忘了 两年前哥哥出国的时候 您答应过我 让我跟哥哥订婚的 那是因为你还小 然后你哥哥出国呢 你哭得又伤心 我说出来故意哄你的 我喜欢她 我想嫁给她吗 其实啊 我也挺希望你能嫁给她的 心里人品好 门里有墙 不过这件事情呢 咱们还是要先争取她的意见 谢谢妈 宋强 我不会让你把哥哥抢走 我没有抄袭 我论文的每一个字都是我自己写的 夫人有见过我写论文 她可以为我作证 你这算什么证据 你就是偷了我的论文 然后假装在我妈妈面前 表现成很认真努力的样子 你真的好心机啊 我只是想写好论文 拿到特招的名额而已 何必用抄袭这种手段呢 更何况 我学的是中仪 你学的是西仪 我又怎么可能抄袭您的论文呢 那你的意思是说 我抄袭你了 宋强 你知道 为了这次论文比赛 我做了多少努力吗 我每天没日没夜的研究功统 就是为了做中心一结合的课题 我看你就是个小偷 不仅偷项链 还偷学书成果 你真的好恶 你要害我一无所有你才甘心吗 妈 妈 我不想再看见他了 你快让他走 夫人 请您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抄袭小姐的论文 那你拿出证据来呀 夫人 我有证据 你说什么 我看见宋强 把这个东西 从小姐电脑里拔了下来 插在自己的电脑上 好像还拷贝了什么资料 又把它丢进垃圾桶里 我觉得是有古怪 就拿了回来 妈 你才胡说些什么 你为什么要污蔑我 我根本就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你还不承认吗 宋强 妈虽然穷 但也教导过你 做人要有最基本的道德底线 去投去抢 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做 你就是这么辜负我的教导 辜负夫人和小姐的信任吗 妈知道 你是为了上大学 才偷了大小姐的论文 你赶紧 对夫人和小姐道歉 妈就算是卖房子卖鞋 也供你上大学 这就你别做这种 小偷小摸的事情了 好不好啊 妈 你别再演戏 你明明知道不是我 为什么要陷害我 你 你还不知悔改 是不是 我是你亲妈 难道我会捏造证据陷害你吗 我只是希望你不要做错事了 夫人都怪我没有叫好女儿 才影响了大小姐的论文比赛 你随便怎么处罚她 把她赶出家门 或者送去警局 我都没有意义 妈 你到底才胡说些什么 明明 我才是那个受害者 夫人 其实我也见过 宋小冬大小姐的电脑 我也是 喂 郭院长 关于这次论文的结果 我心里已经有答案了 我的女儿 绝对不会吵戏 我的女儿 绝对不会吵戏 妈 但是 把宋乔赶出去这件事情 我还需要考虑一下 大家都散了吧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是不能对宋乔 这个孩子下狠心 不过 我的女儿 我一定要保护她 你想找我谈什么 宋乔 我是叶家高高在上的大小姐 你不过就是一个吓人的孩子 我劝你啊 别妄想一些自己不该得到的东西 我从来都没有妄想过什么 我只想凭自己的努力 得到一个上学的机会 这有错吗 你的努力 我现在拥有的这些 是你努力几辈子都得不到的东西 你说你不想要 不过就是你的遮羞不服 谁信呢 这一次 就当做是给你贪心的一个代价 还有 叶星里他表面上是我哥 实际上我们根本就没有学院关系 不久 我们就要订婚了 我警告你 离他远点 我和大双影 没有你想的龌龊关系 我说什么你听着就行 别那么多废物 回来了 不然 你要干什么 当然是要陷害你了 晨晨 你醒了晨晨 妈 我这是怎么了 我头好疼啊 大小姐 你伤得了头 要注意安心静养 不能用到劳累 否则的话 容易留下后遗症 严重的 可能会导致意识丧失 这么严重吗 我去开药 谢谢王医生 妈 我还有论文和比赛 我不想失去意识 妈 不会的 晨晨 放心啊 没事的 是他 是你 是你把我推下楼的 你好狠毒啊 你要害了我一辈子是不是 不是我 明明是你 你先抓住我的手 推开我 然后自己滚下去的 你在胡说什么啊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自己害自己 有什么好处 肯定是你怨恨我 指出你抄袭的事情 需要报复 你竟然敢害大小姐 我打死你 这个没两气的坏东西 我打死你 打死你 打死你 你为什么总是偏向大小姐 而不相信我 难道我在你心里 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人吗 你本来就是这样的人 你推大小姐的事 我们所有人都看到了 你还要狡辩吗 宋桥 你太让我失望了 夫人 如果我真的要害大小姐 何必当着您的面呢 妈 如果我失去意识 你是不是就不要我了 怎么可能呢 晨晨 放心吧 妈妈一定会给你个公道的 妈 我相信宋桥的为人 她不会做出伤害别人的事情 不如我们调监控吧 哥 明明我才是你妹妹 你为什么说话 总是向着一个外人 你是我妹妹 但是这不能够成为 我包庇你的理由 如果说 监控里真的是宋桥 把你推下去的 我也不会向着她 好 就调监控 监控吧 妈 楼梯口的监控 被人弄坏了 什么都没有录到 怎么会 是你 一定是你弄坏的 晨晨 你为什么这么急切地 指人是宋桥做的 够了 心里 晨晨再怎么说 也是你妹妹 而且还受了伤 你应该多关心她 而不是在这指责她 好 原来你们都不相信我 都相信这个宋桥 原来在这个家里 我才是外人 那我走好了 晨晨 你怎么可能是外人呢 你是妈妈的女儿 不会是外人的呀 妈妈让她走行吗 宋桥 我已经对你神志异尽了 不管怎么说 这次 你伤害了晨晨世事实 我不追究你的责任 已经是对你最大的宽容 从今以后 离开叶家 不准再回来 离开叶家 不准再回来 夫人 那我也先走了 去吧 妈 您还记不记得 我上次跟您提过 订婚的事 星李啊 刚好你也在这 妈想问你 你愿意娶晨晨吗 妈 我 星李 你是我看着长大的 你的人体和能力 妈妈信得过 这件事情 妈不逼你 我只是想听听 你的真实想法 妈 我不愿意 好 哥哥 你为什么不愿意 你是不是被宋桥 那个不要脸的贱人 给骗了 哥 你清醒一点 他都把我 把我们家 还成什么样了 你怎么还被他迷惑呀 晨晨 注意说话的分寸 不要伤到你哥哥的心 本来就是嘛 我们叶家把哥哥养这么大 花费了多少心力财力 结果哥哥竟然 胳膊肘往外拐 包庇那个贱人 怎么对得起 我们叶家的养育症 妈 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叶星李 你给我站住 我叶星辰想要的 没有得不到 包括你 叶星李 妈 滚开 妈 你为什么要帮着叶星辰做伪证 你明明知道我没做过那些事情 因为你体内 有你那个爹的恶心基因 注定生下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爸已经走了那么多年了 就算你再恨他 也不能把气都撒在我身上 之前露文的事情 你就做伪证 今天大小姐摔下楼梯 你又陷害我 你是想害死我吗 谁让你命不好 贪上一个该死的妈 你活该 妈 你何必这么说自己呢 我不是想跟你吵架 妈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我是你女儿啊 你不是我女儿 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 你敢推大小姐下楼梯 我必须替大小姐惩罚你 妈 从小到大 你无数次的伤害我 我都选择原谅你 就是因为我觉得爸爸把你伤害的太痛苦了 你才会把这些痛苦转嫁在我身上 我想用更多的爱来回报你治愈你 可为什么无论我怎么做 你都不喜欢我 你给我闭嘴 我不需要你爱我 你过得越心裁 我就越开心 我恨不得你去死 妈 我到底是不是你的亲生女儿啊 不是 是我说了你不是你给我去死 给我去死 你真的想要我死 你真的想让我死吗 对滚 滚啊 为什么 为什么妈妈她这么讨厌我 为什么我不管怎么做 她都不喜欢我 这孩子小时候就偷拿我钱去买零食 我看见宋桥 把这个东西从小姐电脑里拔了下来 插在自己的电脑上 啊 啊 为什么 为什么妈妈从小到大都讨厌我 为什么她要帮着别人欺负我 我只是想上学 却要每天从早到我的打工 挣学费 为什么我想要的我都得不到 我明明一点都不担心 我明明已经那么努力了 为什么她还是不爱我 为什么 也许我真的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上 从没有人爱我 我也没有家 也许只有我死了 对我和妈妈才是一种解脱 行了 别乱动 你的肩膀被烫伤了 医生已经给你做了处理 是你 你救了我 为什么要跳河自伤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在意我 所有的人都不信我 我的亲生母亲 恨不得我去死 你没有错 为什么要这么想 你懂什么 你是高高在上的大少爷 你有爱你的父母 妹妹 也加上上下下都尊敬 我们不一样 我们又有什么不一样的 我只不过是一个养子 他们说的 比你想象中的要难听百倍千倍 我从小就知道察言观色 我也明白 我只是寄人篱下 所以你我本质 又有什么不一样的 宋乔 你难道就想背负着这些骂名去死吗 你以为你死了 他们就会开始爱你 你以为你死了 他们就会开始相信你吗 不 不会的 你的死 不会改变任何人任何事 对啊 我死了 那些讨厌我栽赃我的人只会拍手就要好 我为什么要成了那些人的心意呢 宋乔啊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爱你 你就要好好地爱你自己 我明白了 我一定要好好活着 证明我的清白 让那些讨厌我的人看到我过得很好 那些讨厌的声音 或许 或许 或许他能还我清白 妈 不在啊 那我自己找一找参考材料吧 我记得 应该是在这堆材料里见过来的 这是 我妈她知道了 她知道我不是她的亲生女儿了 我该怎么办 不能慌 铁星辰 现在没提这件事情 就证明你还有机会 对 就假装没见过这个报告 晨晨 你怎么突然找我呀 妈 晨晨 你愿意剩我这个妈了 妈 叶兰心 已经知道我不是她的亲生女儿了 怎么办 我会不会被赶出去 妈 你帮帮我 我不能一无所有 我也是爸的女儿 我也有资格留在这个家 叶兰心 知道了 我看见了 她和我的亲子鉴定 妈 你帮帮我吧 你不是说过 一定会让我得到幸福吗 妈 你帮帮我 别怕别怕 晨晨你放心 妈一定会帮你的 只是有件事 我一直没告诉你 我和你爸 一直在给叶兰心下药 什么 你跟爸爸 一直在下药毒害妈妈 你跟爸爸 一直在下药毒害妈妈 是 叶政国他 一直想谋杀叶兰心 独占叶家的财产 王先生也是我们的人 这件事这么多年未揭穿 多亏了王先生 晨晨 只要我们加大伎量 送叶兰心去死 那么就没人会拆穿你的身份 你就能坐稳叶家大小姐的位置了 妈 这么多年 妈妈一直对我很好 我不能害她 什么妈妈 她根本不是你亲妈 如果她知道 宋乔才是她的亲生女儿的话 她还能这么性无忌惮地对你好吗 我 晨晨 她现在对你 只是还念着一点旧情 万一你有天惹她不高兴了 她随时可以把你扫地出门 那个时候你就被动了呀 再万一 她万一查出来 你是叶正国出轨生的孩子 她还能容得下你吗 我 我不知道 可是 晨晨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这个世界上 只有我是真心对你好的 只有我不会害你 空气 我和你爸爸这么多年 一起给她下你多也够多了 不过是早死晚死的区别 晨晨你听说 你想要做完叶家大小姐的位置 就一点都不能心软 只要谢兰心死了 你印象大小姐的身份 就再也没人能够动脚了 嗯 嗯对 妈你说的对 嗯 嗯对 妈你说的对 妈 晨晨来了 妈 我最近看您身体不太好 特意让张义熬了一碗补汤 您快趁热喝了吧 我的晨晨真是长大了 知道关心妈妈了 好 哎 怎么了 晨晨 啊 没事 妈 我就是提醒你 小心烫 晨晨 我看你这脸色不太好啊 怎么了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我没事 我就是担心您的身体 汤快凉了 您吃热喝了吧 好 我的女儿啊 真是懂事了 妈妈很欣慰 即便以后不能陪在你身边 相信你也能照顾好自己 你说什么呢 我会一直在您身边的 好 难道你是真的想舍弃我吗 我的身体越来越不好 怕是没有多少时日了 我不在了 谁帮我照顾好这个 我呵护了多年的孩子呢 不行 我得让行李跟他定位 这样我才能安心 妈 我还有研究要做 就先回去了 嗯 好 注意啊 不要太累了 嗯 我不会让任何人 剥走我叶家大小姐的身份 哪怕是你 妈 夫人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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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扶夫人回房间 我要替夫人试证 夫人现在情况很危急 快 妈 夫人 宋桥 怎么是你啊 我这是怎么了 我怎么浑身没有力气 我们发现您晕倒在书房 情况很危急 是宋桥 他紧急替您试了针 才救醒您 我们已经通知了王医生来给您做检查了 宋桥 谢谢你啊 你这次来是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来是想向您证明 我真的没有推大小姐 虽然拍到我们影像的监控坏了 但旁边的监控还完好 就算拍不到我们的视频 也一定能拍下我和大小姐的声音 您只要一听 便能一清二楚 我现在不想听你说这个 你走吧 妈 夫人 我刚才给您检查身体的时候发现 您的病情 似乎是被某种有害物质长期影响所致 所以我建议您 一定要多注意生活中的某些器皿 或某些食物 这种物质如果长期摄入 会危及生命的 好 我知道了 等等 等等 宋桥 我想谢谢您今天救了我 您不用客气 这都是我的举手之劳 但我还是想感谢 如果今天没有你的话 我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愿意支付你报仇 或者帮助你入学 只要你以后不要再做那种 没有底线的事情 我可以保证你以后一定有个好前程 夫人 我说了我真的没有推大小姐 你怎么了 肩膀受伤了吗 受了点伤 没什么大碍 过一阵子就能好了 我一会儿 还是先陪你去医院做个检查吧 嗯 宋桥 你的肩膀上是不是有一个红色的 红色的台阶 是的 夫人您怎么知道 那我可不可以看 妈 妈 妈 我听说你晕倒了 你没事吧 妈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好多了 没事就好 担心死我了 你怎么在这儿 我妈不是让你滚出叶家 永远不能再回来了 哥 你是和宋桥一起来的吗 要不是因为我跟宋桥 妈晕倒在书房都没有人知道 妈身体本来就不好 为什么没有人照顾她 都怪我不好 我去给妈送汤的时候 并没有发现她的异样 就急忙回去做研究 要是我能多陪妈待会儿 也不至于让妈晕倒了都没人知道 晨晨 这不怪你啊 你不要自责 夫人 您刚才是有什么事要问我吗 不能当着晨晨的面问胎记的事 她还不知道自己不是我的亲生女儿 我也不想伤害她 太记得是 还是以后再问吧 没事了 我刚刚跟你提的好处都作数 你有什么需要就随时来找我 妈 什么好处啊 宋桥她三番几次的害我 你干嘛还要对她好呀 晨晨 宋桥她救了我的命 我怎么能赶走她呢 好吧 这个宋桥真是阴魂不散 看来我还得再想个办法收拾她 宋桥 我很感谢你今天救了我 我允许你重新留在叶家 怎么样 夫人 我 夫人 王医生 来 夫人 少爷跟我说您又晕倒了 我给你检查一下 夫人 我就先走了 至于您的提议 我会再考虑的 对不起夫人 就算要回来 也是在我证明自己清白之后 而不是凭借对您的恩情 不明不白地回来 你不是已经被打出去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还想死别来临地盼着叶家不放吗 我只是想找夫人证明我的清白 妈 请你不要再莫名其妙地诬陷我了好吗 你可真讨厌啊 怎么这么一会不散 难道非得把我 把大小姐和夫人都气死才满意吗 我真后悔 没在你刚出生的时候 用了你掐死 如果你死了 我现在也没这么多麻烦事 你赶紧给我滚 以后永远不准再来叶家 快滚 你放开我 我必须要把这个事情查清楚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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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赶紧走 我没空跟你废话 冬求 夫人怎么样了 王医生给她做了检查 说幸亏你事就及时 妈才能保住性命 夫人没事就好 我救她也不是为了回报 作为协议之人 看到有人情况危急 我肯定是要出手相救的 至于夫人雨诺的那些 我现在还没有查出真相 我不想背负着雾名回来 我懂你 说起来 不管是偷相恋 还是论文剽窃 还是叶星辰受伤 你没发现吗 你妈始终都站在叶星辰的角度 在指证你吗 好像的确是这样的 我怀疑 他们之间应该是有某些秘密 或者是 你妈被收买了 总之 他们应该是在和谋害你 我也说不好 我和叶星辰 是同一天出生的 从小到大 妈妈都只给她过生日 好的东西 也只给她 不给我 你们同一天生日 嗯 你也觉得 很巧 我怀疑这不是 单单的巧合问题 我忽然有了一些想法 当我调查清楚 再跟你说 好 对了 你记得多留心一些 夫人入口的食物 或者器皿 我猜 夫人的发病症状 和她中毒的症状很像 妈妈刚才掉落的粉末 不过就是 她粉吧 你的肩膀上 是不是有一个红色的 红色的胎记 是的 夫人您怎么知道 怎么会这么巧 为什么宋桥的肩膀上 会有个红色胎记呢 当年所有人都说 是我看错了 我女儿的肩膀上 并没有红色胎记 可为什么 亲子鉴定结果 显示晨晨并不是我的女儿 那是不是可以证明 其实当年我并没有看错 我的孩子肩膀上 真的有一个红色胎记呢 喂 王医生 喂 夫人 你去找宋桥 留在叶家房间里的东西 帮我和她做一个亲子鉴定 夫人 你是怀疑宋桥是你的女儿 我之前让你帮我和晨晨 做亲子鉴定时 结果显示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从那个时候我就在怀疑 宋桥 有可能是我的女儿 好 明白了夫人 我会尽快赔出结果 好 谢谢你 王医生 不客气 喂 什么 好吧 那就见一面 夫人 您和宋桥的亲子鉴定 报告结果出来了 她 她跟我没有血缘关系 我还以为 那我的女儿呢 那我的女儿在哪 叶总 我这里还有一份亲子鉴定报告 我怀疑 您之前做过的鉴定有误 所以 给您和大小姐又重新做了一份 结果显示 她就是您的亲生女儿 真的 真的 晨晨她是我的亲生女儿是吧 原来是真的 是我的女儿 我还以为 原来这些都是误会是吗 太好了 太好了 一百万 买你叶家大小姐的位置 不贵吧 这卡里有一百二十万 把钱收了 事情办 一百二十万 夫人 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好 谢谢王医生 太好了 原来之前都是误会 晨晨就是我的亲生女儿 可是那个太极 我还想什么胎记呢 医生也说了 是我生产那天出现了幻觉 亲子禁定结果都确定了 我和晨晨的血缘关系 我还有什么可疑的 这些日子 总想着找自己的亲生女儿 冷落了晨晨 我得好好弥补她才行 妈 晨晨你来了 妈 我想问问你 你到底什么时候让我和哥哥订婚呀 他现在整天跟那个宋乔在一起 你再不帮我订婚 他就和别人在一起了 是吗 嗯 我的病越来越重 身体也越来越差 我要是走了 有她照顾晨晨 我也放心些 你放心 妈会去跟心理商量这件事的 保证尽快让你们订婚 太好了妈妈 能做您的女儿 真是最幸福的事情了 能做你的妈妈 我也很幸福啊 我的晨晨真乖 妈 您找我 心理啊 我想和你商量一下 你和晨晨订婚的事情 订婚 订婚 可之前您说过 您不比我动 心理啊 妈就晨晨这么一个亲生女儿 我想把我最好的都给她 你的人品和能力毋庸置疑 只有把晨晨交给你 我才能安心 妈 晨晨不是个物品 感情更不是 不能说给谁就给谁 我对她 只有兄妹之情 不会有男女之间的喜欢 就算没有 我也要你陪在她身边 心理啊 你一直都是一个 懂事听话的孩子 妈从捡到你 把你带回家 就一直把你当做 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照顾 就当妈求你好吗 我现在的身体越来越差 晨晨就是我最大的牵挂 万一哪天我突然走了 她怎么办呢 如果不把她的余生安排好 我就是死了都不会安心的 妈 您别想那么多 不管怎么样 我都会一直照顾晨晨 把她当妹妹一样照顾她 可是晨晨她喜欢你 行你 就当妈求你了 行吗 别再拒绝她了好吗 妈亏欠她太多了 妈 我 够了 心理 如果你还记得我对你的养育之恩 就和晨晨订婚 心理 别怪妈妈 妈妈也不想以恩情道德绑架你 但为了晨晨 我必须这么做 喂 大少爷 你让我调查的事情 我已经调查到了 当年张浅和叶总 是在同一家医院生产的 巧合的是 他们二人生的都是女儿 并且孩子出生日期也是同一天 当年张浅和叶总 是在同一家医院生产的 巧合的是 他们二人生的都是女儿 并且孩子出生日期也是同一天 此外 我还查到 当年替夫人接生的医生 是那家医院当时的妇产科主任 李林 把那家医院的地址发给我 好着大少爷 你好 请问你们这儿 有没有一个叫 李林的妇产科医生 你找李主任吗 他前年已经退休了 听说全家都移民去了国外 和我们也好久没联系了 那和他合作过的其他医生 或者他们科室的其他人 应该还在吧 我去哪里可以找到他们呢 你跟我来吧 我带你去妇产科 竟然真的是他们 不过这些看起来纯度不是很高 有很多杂志 我妈藏这么多他粉干什么 难道 难道真的是他在给夫人下毒 怎么样 有什么线索吗 我在我妈房间翻出了这个 我仔细检查过 确实是他粉 只是纯度不高 对人的杀伤力没那么强 如果常年累月的下毒 毒素累积到一定程度 还是能致人死亡的 以你看 我妈的病 夫人的病 的确符合他中毒的症状 我怀疑是我妈下的毒 宋桥 你有没有怀疑过 你可能 不是张义的亲生女儿 其实 我妈从小就对我不好 不仅不给我饭吃 还不让我念书 总是羞辱我 殴打我 我之前以为 是因为 他受了爸爸的太多伤害 才会如此讨厌我 可结合最近的事情 我确实也怀疑 自己不是他的亲生女儿 那你爸呢 知道他是谁吗 我妈他从来没有说过 关于我父亲的事 我从他口中听到的 全是他被父亲的怨恨 你为什么这么问 是查到些什么了吗 前段时间 我调查到了 你和叶星成是在同一天的 同一家医院出生的 而前两天 我又听到我妈 正在和王医生打电话 说要跟你进行一个 亲自鉴定 你的意思是 夫人觉得 我和叶星成被抱错了 我单单是我妈 我也这样认为 我本来想去找 当年接生你的医生 确认一下胎记的事情 可他已经出国了 线索中断 我认为 这不只是个小话 谁啊 你来干嘛 叶大小姐 别这么害怕 我们可是朋友 谁跟你是朋友 我们保守着一个共同的秘密 难道还不是朋友吗 说吧 到底有什么事 我最近 手头有点紧 叶大小姐 再试试试试 我上次都给了你一百万了 后来又多给你二十万 我现在没有钱了 没钱 没钱 我就把你身份的真相 告诉夫人 我到时候要看看 你叶家大小姐的位置 还能不能坐得稳 不许走 这件事情不能告诉妈妈 要么给钱 没钱 我只能告诉夫人 你敢 你们要跟我说什么 夫人 我有件重要的事 要跟您见 妈 我们有重要的事情和您说 说吧 都有什么事 妈 我怀疑 宋乔才是您的亲生女儿 你说什么 哥 你在胡说什么呢 我才是妈妈的女儿啊 兄弟 我一直都认为 你是个稳重的孩子 你怎么能说出 这种毫无依据的话 妈 我查到 您和张仪是在同一家医院 同一天生的孩子 而且都是女儿 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 我觉得这里面 一定有问题 就去了你们生产的医院调查 虽然说 接生的医生已经去了国外 但是 我还是联系到了 当年给您接生的护士 他说 他当年在婴儿房外 的确看到一个人 鬼鬼祟祟地抱走了孩子 可是 这也不能证明什么呀 而且 我前不久 刚刚拜托王医生 帮我和宋乔 做了亲子鉴定 你怎么险害我 我根本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谢阵 晨晨的事 你必须给我处理好 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夫人 宋乔其实一心 想借着张锦攀伏上 当他偷听到 您要和大小锦 做亲子鉴定的时候 就找到了我 答应给我一笔钱 让我在鉴定定店上 订手脚 我当时正好签了赌债 急去运钱 所以就一时诡异心窍 答应了 当他得知 您要和他做亲子鉴定时 他就又跑来微信我 让我把他和叶行晨的鉴定结果 做调换 这样 他就可以名正言顺的 做叶家大小姐 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 我不想再做没灵心的事了 上次已经很后悔了 不能一错再错 可现在为了不让他再耍心机 我必须要说出真相 宋乔 我真没看出来 你竟然这么有心机 你巴结我妈勾引哥哥 还把我推上楼梯 害我摔伤了手 没想到 连我叶家大小姐的身份你也要 你真不要脸 是 王医生 你凭什么说 是我在鉴定报告上 揍了手脚 你有证据吗 我就是认证 凭你一句话 就想要来定我的罪 那我也可以说 是有人买通了你 来陷害我的 如果他不能作为证人 那再加上我呢 可不能所有人都污蔑你吧 夫人 我亲耳听到 宋乔给王医生打电话 说调换亲子报告的事情 还说他 当上了现家大小姐后 会带给王医生很多钱 妈 你在说什么 妈 宋乔好恶毒啊 他为了取代我的位置 竟然做出这种事 如果没有王医生和张仪 我真的是要委屈死了 张仪 以你家的家庭条件 宋乔怎么有钱买通王医生 再说了 据我了解 王医生欠下的赌债数目不小 你们根本拿不出来 王医生 王医生恐怕也不会为了那区区几万块钱 做违法乱计的事情吧 大少爷 您别小看人性 对于赌徒来说 能拿到一块钱都是好的 王医生确实受了宋乔的钱 之前宋乔的拼命打工 根本不是为了学费 他就是为了赚钱 收买王医生 我是考上大学才打工的 那录取通知书呢 你拿出来啊 我的录取通知书都被你撕了 你要我拿什么 够了 你们不要再争辩了 宋乔 我之前有问过你 肩膀上是否有个胎器 或现在 想要确认一下 怎么烫伤了 他肯定就是伪造了一个伤疤 假装自己有胎器 目的就是为了取代我 他之前 一直很羡慕我 说什么 要夫人做自己妈妈这样的话 原来他一直在想想我的身份 夫人 我肩膀的胎器 是被我妈掏坏了的 我确实没有骗你 我真的有胎器 张义 你为什么要烫宋乔的胎器 是不是因为你心虚 不想让他和我妈相认 大少爷 我冤枉啊 宋乔 既然现在都暴露了 妈也不会再帮你隐瞒了 你给夫人说实话吧 你让我说什么 你不说是吧 那我说 夫人 自从他知道咱俩是一天生的孩子之后 就一心想要攀附 想要取代大小姐的位置 他知道你一直怀疑自己的亲生女儿 肩膀上有胎器 就让我给他创一个类似的疤痕 用来骗夫人您上当 可是我孩子身上有胎器的事情 没有和任何人说过 宋乔 他又是怎么知道的 宋乔 他是无辜的 宋乔 他是无辜的 郑国 你怎么来了 蓝鲜 宋乔 他是个好孩子 我不希望他被冤枉 在这件事情上 宋乔其实是被利用的 而背后 真正想让宋乔 冒充我们夜家孩子的人 是张锦 老爷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是不是被谁误导了 所以误 你给我闭嘴 待会再找你算账 蓝鲜 有些事情 是我做错了 我向你道歉 是我打电话时 不小心和别人透露过 你在生孩子的时候 产生了幻觉 以为我们的孩子有胎记 以为女孩报错的事情 我打电话的时候 张锦就在旁边 所有的通话内容 你都听到了 你是不是去想利用这点 想让你的女儿 冒充我夜家的孩子 是不是 宋乔 是个特别单纯的女孩 怎么会有如此缜密的心思 想到用胎记 来冒充我们夜家人呢 谢谢正国 你又不怕你做过的事 张锦 你给我闭嘴 如果你不想让你的孩子 出事的话 最好说实话 毕竟在夜家 我是一家之主 我有权利处置任何人 原来是你做的事情 大小姐 其实我和蓝鲜的女儿 肩膀根本没有胎记 当时接生的医生 可以证明 只是蓝鲜 差不虚弱 产生幻觉看错了 你没有想到吧 你所有的心思 都白费了 张爷 你和你女儿 蛇鼠一窝 为了谋夺 我们夜家的家产 你们真是恶毒啊 我并不知道 夫人在生产的时候 她看见过胎记 我妈也没提过 你只是噱口喷人 你装什么装 该不会因为你妈暴露了 想撇清自己的关系吧 别做梦了 叶星辰 我不知道你为何处处 针对我 无论是论文抄袭 还是你摔下楼梯 你心里应该都清楚 这些都与我无关 你现在这么笃定的指证 只能说明一件事 你就是陷害我的参与者 宋乔 你 你现在想反咬一口 好 张爷 你来告诉大家 是不是你们母女俩 航谢遗弃 为了谋夺夜家家长 搞的这些事 说呀 是 这些事都是我和宋乔 一起联手做的 当我知道 胎记的事的时候 我就起了心思 上宋乔 就在肩膀上 躺一个疤痕 准备找机会 让夫人看见 然后又叫苏塔 假装用光 和拨取夫人的喜爱 我还帮她 偷走了小姐的论文 好让夫人一心小姐抄袭 来造成夫人和小姐 之间的疼 不要 放开我 我看你就是个小偷 不仅偷项链 还偷论文成果 为了打消你们对我的疑问 为了能让我潜伏在夜间 每次事情暴露后 我就会出来指认送枪 这是我和他计划好的一环 这样也 即使有一个人被赶出去了 剩下的那个人 也可以完成我们的计划 你这简直就是在污蔑我 我根本就没有做过这些事情 够了 我一直真心对待你们牧民 你们怎么能如此待我 你们太让我失望了 你们 你们 妈 妈 妈 宋娇和张琪 妈 您别担心 他们都被我赶走了 以后这两个人 再也不会出现在我们叶家了 夫人 您的身体没什么大碍 都是老毛病了 按我给您开的药 还得加大剂量服用 不然 头疼会越来越严重 可是 我一直都按照你 开的药在吃 怎么没有明显的效果呀 王医生 我妈她到底得了什么病 为何最近晕倒得越来越频繁 夫人 您这就是最近多思多虑 才导致病情加重的 凡是宽心 才对你的身体有好处 少爷 夫人她整天为了你们这些小病操心 就算是吃了鲜丹 也不可能保证不再复发 你如果真的担心夫人 就少惹她生气 以你看 我妈的病 夫人的病 的确符合她中毒的症状 我怀疑 是我妈下的毒 我现在没有足够的症状 还不能打草惊蛇 可兰 得另外想个办法 是啊 就是因为那两个扫把星 才把妈惹得不高兴 害得妈身体越来越差 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 不要再提了 妈就想养好身体 让你和兄弟尽快订婚 真的吗 太好了 夫人 那我先去给你拿药了 王医生 少爷 有事啊 王医生 你给我母亲开的药 我会根本没用 少爷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调查过你 我听说你之前在公立医院时 就适度成性 被开除后 就去了私立医院 后来 又因为赌博的事情 影响了工作 被迫解决 再后来 你就成为了 我们家的家庭医生 但是你赌博的恶习 是一点没感 我在想 你每次给我妈 开那么多的药 会不会是为了吃回扣 故意不给她用最好的药 这她身体越来越差 你调查我 若小人不知 除非其末 王医生 你想让我相信 你可以 拿出证据 我和我的职业素养 没有任何关系 我更不会做出 吃回扣这种事 你少在这 胡乱犯弄是非 好 我先不说 但如果我拿到证据 你认识彻底了吗 喂 王医生 现在轮到咱们两个参谈了吧 好 我们立法见 没想到 叶总竟然会主动联系我 拿来吧 拿什么 当然是支票 三百万 少一分都不行 我可没答应给你这么多钱 我调查过 你也就欠了一百来万赌债而已 此一时 彼一时 你这是想反悔了 那就别怪我 把你宝贝女儿的身份 给抖出去 抖啊 其实这件事情对我来说 也没那么重要 无论是晨晨还是宋桥 谁坐上了叶家大小姐的位置 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 我今天帮晨晨 只是为了帮你 避免你一时糊涂 说出了难以挽回的话 这种鬼话 你都说得出来 我看你是害怕了吧 我害怕 我和张锦联手 给叶兰心下毒的事情 你一直都知情 并且也一直在帮我隐瞒 你说 如果叶兰心要是知道了 这些事情之后 某些人的下场会是怎么样呢 再说了 这些年我给了你不少好处吧 架不住你嗜肚成性 你这窟窿太大了 我帮不了你 叶子你威胁我 别忘了 这一切都是你指使的 所以今天我来找你 是想谈一笔双赢的买卖 给你两百万 你马上离开叶家 越远越好 少废话 三百万 你敢少一份 我马上就给叶兰心打电话 曝光一切 你敢 你看我敢 喂 放心吧老大 我很快就会连本带力的还给你的 放心吧老大 我很快就会连本带力的还给你的 喂 喂 是晨晨吗 是我 爸 你怎么用王医生的手机给我打电话 你爸不想给我钱 还说根本不在乎你的身份被曝光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爸 你不能这样 我好不容易迎责了妈妈的心事 把宋乔跟张锦那两个讨厌鬼给赶走 你不能让我功亏一亏啊 晨晨 不是爸不帮你 是他一开口就要三百万 我要是把这笔钱转出去的话 你妈会急心的 我不管 你必须把这件事情给我处理好 不自 我去把你毒害妈妈的事情 告诉妈 你是怎么知道的 谁告诉你的 那你不用管 总之呢 我现在有你的把柄 你有我的把柄 我们可是一条船上的蚂蚱 好 我答应你 三百万就三百万 但是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情 反正你也欠了债 干脆拿这笔钱去国外 做得越来越好 永远不要再回来 好不好 等等 我今天晚上就让秘书把钱给你送去 你今晚必须得走 喂 找一口口的 在今晚之前 把这个弘医生给我送 谁呀 我是叶总秘书 来给您送支票和机票 够准时啊 妈 您来了 坐 清理 接下来妈妈跟你说的话 你可能不爱听 妈 您是想说订婚的事吧 心里 其实我非常不愿意强迫你 但是你看看妈 现在身体真的越来越差 恐怕我坚持不了几天了 晨晨 是我唯一放心不下的人 我只是想把她托付给你 你一直很听话 这件事情 你就不能答应妈妈吗 妈 您放心 就算您真的出了什么事 我也会照顾好晨晨的 像照顾妹妹一样照顾她 我跟她之间 没有男女之间的感情 您是知道的 行李 你每次都说这些 我不要听你说这些 我只想要你跟晨晨订婚 感情的事情 是强求不来的 这您是知道的 叶行李 你 妈 妈 喂 120吗 我正要人晕倒了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不要再来叶家找我 你怎么还来 晨晨 妈妈好久没见你了 妈妈想你啊 晨晨 别拉拉扯扯的 被人看见怎么办 晨晨 你最近还好吗 那个叶兰西 她有没有刁难你啊 我是叶家大小姐 谁敢刁难我 只要你不来 我就过得很好 那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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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晨 你能不能再叫我一声妈 你疯了吗 叶家到处都是人 被人听见怎么办 别走 别走 喂 妈被送进医院了 什么 妈妈被送进医院了 那我们下毒的事情 岂不是要暴露了 这 怎么办 我刚刚才作文叶家大小姐的位置 我不能失去这一切啊 妈 你得帮帮我 我好不容易让叶兰西 彻底相信我是她的女儿 我不能就这么功亏一篑啊 别急啊晨晨 你放心 他们就算查 只能查到我身上 你不会有事的啊 查到你头上 如果被他们查到张锦头上 那我的真实身份 不也就跟着曝光了吗 可惜 我绝对不能让这件事情暴露 绝不能牵扯出我自己 医生 我妈的情况怎么样 从检查结果上来看 夫人是她中毒症状 我们已经对她进行了介入治疗 不过她中毒很深 想要跟着非常困难 谢谢医生 客气了 夫人的病的确符合她中毒的症状 我怀疑是我妈下个毒 喂 苏乔 你在哪儿啊 我在家呢 你妈呢 她出去了 好 听着 我妈刚才晕倒了 我把她送到林医院 医生说她确实是她中毒 什么 你现在去你妈的房间 把剩余的塌粉找到 然后用视频录像作为证据 我怀疑 你妈可能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 已经逃跑了 已经逃跑了 好的 那你呢 想让我相信你可以 拿出证据来 否则 我就告诉我 你的死神 因为我的职业虽压 没有任何关系 我更不会做出吃回口那种事 你少在这儿胡乱搬走是非 我要去找一个人 拿回一样东西 或许这个东西 可以作为证据 让我们查明全部真相 晨晨 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 妈 这里最安全 所以我想和你说一些真心话 妈 小时候我一直不知道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不过我从来没仔细想过 可能是因为我从来不缺爱 觉得你们这些下人 对我好是理所当然的 后来我才仔细想想 并不是这样的 我得知自己是你女儿的时候 才真正了解 那些都出于你对我的母爱 晨晨 你能这样想 我真的很开心 妈 你把我和宋乔交换了人生 让我过上了人上人的生活 我真的非常感谢你 但是妈 这二十多年的苦心经营 你忍心就这样让我失去吗 晨晨 妈明白你 不 你不明白 晨晨 你别碰我 你为什么要出现 如果你不出现的话 我根本就不必被怀疑 也根本不用做什么狗屁的亲子鉴定 叶兰心就是我妈 我就是叶家 唯一的大小姐 所有的荣华富贵 都只属于我一个人 你为什么要出现 还有那个宋乔 她抢走了我的妈妈 抢走了我的哥哥 而你 破坏了我的生活 晨晨 你们都该消失 都该死 啊 啊 啊 哈哈哈哈 啊 晨晨 晨晨 你说的妈妈都懂 从与出生的第一天起 妈就发誓 想把这世上 最好的一切都给你 是妈妈没有做到 才会让我的智智 过得这么辛苦 你从心 妈愿意为了你以后的人生去死 即便你不是我这个 不说那些深情的话 妈妈也愿意 妈 你真的愿意 你永远不会知道身为你的母亲 我会有多么的爱你 如果我的死 可以带给你幸福 妈愿意为你去死 其实 从你带我来这儿的那一刻起 我就知道我今天的结局 晨晨 妈临死之前 要嘱咐你一件事情 一家的家人的房里 有一个带走的抽屉 里面是我为你伪造好的证据 这份证据 所以在夫人怀疑你时 帮你洗脱怀疑 你一定要拿到她 知道吗 我的晨晨 已经长这么大了 这么漂亮 晨晨 妈妈 妈妈再抱你一次吧 妈妈再抱你一次吧 最后一次 什么意思 对 你一定会不会抗你 花瓶 你不是 我不是 那是 你不是 怎么饭 你看我 永别了 妈 妈 宋桥 怎么是你 晨晨呢 我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了 不过他还没有来 扶我起来 妈 有件事情 我要和您说 但是您不能激动 医生说了 您现在的身体 最不能生气了 说吧 什么事 您的病 不是王医生说的 普通病症 是他粉引起的中毒 他中毒 就是这些他粉 被掺进了 夫人您每日的饮食中 所以您才会产生 他中毒的症状 那这些他粉 是从哪来的 在我妈妈的卧室里 找到的 是张锦 他下毒害我 我们已经报警了 昨天我让宋桥 去找张锦 可是却一直 联系不上他 我怀疑 是张锦已经知道 他粉暴露的事情 畏罪前逃了 喂 什么 我妈妈她自杀了 我妈妈她自杀了 我妈妈的尸首 在一处非旧的仓库里 被找到了 旁边还留着一封遗书 初步判断 是因为下毒之事暴露 所以畏罪自杀 明明他对我那么不好 可听到他自杀的事情 我还是很难过 这是人之场景 不过 说来也奇怪 我妈生病的事情 我只告诉你和晨晨 至于她粉 也只有你知道 那张锦是她知道的 竟然还写了遗书 特意强调 她粉暴露的事情 难道是 你想说晨晨 妈 我知道 你根本不愿意相信是晨晨 但是现在可能 也只能是她了 假如 真的按照你们所说 又没有把我 她粉中毒的事情 告诉任何人 如果说 张锦的死和晨晨有关 晨晨极有可能知道 我一直被吓 一些参与其中 才会破破沉舟 除掉张锦 妈 妈 我们现在在这里 胡思乱想 也没有用 不如 我们就问一问晨晨吧 妈 我知道张锦是怎么死的 我知道张锦是怎么死的 晨晨 妈 我这里有一份录音 是张医生前录的 您听一听 宋乔 你放心 为了让你冒充叶家大小姐之后 安枕无休 妈一直在叶兰心的范里 下着妥犯 等你冒充成功了 叶兰心也就死了 到时候 在你儿俩就能安心地享受 夫人所有的财产了 晨晨 你这个录音是从哪里来的 是她给我的 我 我和张锦住同一个房间 有一次 听到张锦给宋乔打电话 内容很可疑 我就录了下来 现在夫人因病了 张锦又死了 我很害怕 就给了大小姐 那份证据 昨也让你被夫人怀疑的事 是李喜托嫌疑 一定要拿到的 宋乔 你妈给我妈下毒 你妈都畏罪自杀了 你心态倒是挺好啊 我不管你们信不信 我没有接到过这样的电话 甚至 甚至我希望我接到过 这样我就可以早一些 告诉夫人她中毒的事情 夫人就不用病得这么重了 人都死了 你现在怎么说都行 妈 宋乔他们真是太恶毒了 妈 宋乔他们真是太恶毒了 我真没想到 一个 是被我当作亲人一样对待 和信任的用 竟然在我的隐尸里下塌粉 想要我的命 一个 是我十分欣赏 觉得跟我很像的孩子 居然是为了扣谋利益 才会主心积虑地接近我 我真是看错人 信错人 夫人 这个录音有问题 真的不是我 更何况我妈她 闭嘴 都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要狡辩吗 你的妈妈 为了维护你选择了自杀 你却要当着我的命 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她 宋乔 就算张锦再坏 她也是一个 想要全新权益 护住你的母亲啊 你真的不配为人责 甚至不配为人 真的不是我 你走吧 我不想再见到你 行李 替我送送她 就当 感谢她对我的救命之恩 妈 妈 我看那个宋乔 她就是不安好心 她要是再接近哥哥 怎么办 你还是快安排 我跟哥哥订婚的事吧 最疼爱你的张姨死了 你一点都不难过吗 你就只想着订婚的事吗 可她是坏人啊 可是她没有半点 对你不好 晨晨 以前 你生病的时候 妈没时间照顾你 是她这日夜 守在你的身边 你一点都不记得了吗 她是佣人 她照顾我是应该的 又不是没有给她钱 妈 我看下个星期就订婚吧 晨晨 你这样让妈妈真的感觉到好陌生啊 你还好吧 我妈她虽然一直都对我不好 但她把我养到这么大 还是很不容易 我知道她不喜欢我 但我还是很想孝顺她 可惜以后都没有机会了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 是查出她死亡的真正原因 然后还你清白 我真的没有想到 她离死前还要坑我一把 我现在无论怎么辩解 又怎么能抵得过一个死人的话呢 只要我们不放弃 就一定会找到蛛丝马迹 我知道 可是现在我妈的死 没有人能够证明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且 那个诬陷我造假鉴定报告的王医生 又失踪了 现在所有知道真相的人都不见了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可不一定 我现在缺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 宋桥 你愿意帮我吗 妈 心里 你怎么来了 妈 这段时间我想过了 我答应和晨晨订婚 我答应和晨晨订婚 别安心养病 别再为我们的事操心了 真的 好孩子 听到你这么说 妈心里的石头终于放下了 谢谢你啊 心里 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在乎的人 我只希望你能够快乐 哥 哥 我听妈说 你已经同意订婚了 太好了 你终于想通了 那个庸人的女儿 根本就配不上你 只有我跟你 是最想配的 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 我进我自己家 我敲什么门 家里有什么地方 是我不能进的吗 我不喜欢有人突然闯进来 这样很没有礼貌 下次你进来前 还是先敲个门吧 我看你不是不想有人进来 你是不想看见我吧 叶行李 你什么意思 明明是你先同意订婚的 现在又跟我摆着个脸 我可是叶家大小姐 你不过是个养子 能娶到我是你的福气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我已经跟妈商量好了 过两天就是我们的订婚典礼 记得准时参加哦 真幸福啊 祝福 祝福 姓李 快 把戒指给晨晨戴上 谢谢妈 谢谢爸 我不同意 叶行李 我不同意你们订婚 宋巧 你凭什么不同意 这是妈妈给我定的婚礼 就凭叶行李 根本就不喜欢你 她喜欢的人是我 宋巧 我的妈妈跟我的爱人 你谁都抢不走 姓李 你干什么 妈 恐怕你还不知道 叶行晨 她根本就不是你的亲生女儿 你说什么 你胡说什么 鉴定结果不早就出来了吗 我这有份证据 我之前就觉得王医生鬼鬼祟祟 就偷偷在她口袋里 放了录音笔 没想到 录下了以下内容 你爸不肯出钱 还说根本不关心你的身份被曝光 你说 我们怎么办呢 爸 你不能这样 我好不容易赢得了妈妈的信任 把宋巧和张锦那两个讨厌鬼给赶走 你不能让我功亏一亏啊 晨晨 不是爸爸帮你 只是他一开口就要三百万 我要是把这笔钱转出去的话 你妈会急心的 这 我 一支录音笔能算什么证据 而且 谁知道这是不是伪造 那这个呢 我这有一份 宋巧和我妈的亲子鉴定报告 这份报告上 非常清晰地表明了 宋巧 才是妈的亲生女儿 宋巧 我需要你的帮助 我需要你跟我妈 再做个亲子 宋巧才是你亲生女儿 怎么会这样 到底谁才是我的亲生女儿 这能算什么证据 宋巧之前也伪造过 之前他收买王医生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这能当什么证据 叶星辰你干什么 管我干什么 宋巧 肯定是你想毁了我的订婚典礼 我告诉你 做梦 叶星李 你提供的所谓的证据 那全都是假的 我怎么可能会说出这样的内容呢 况且以现在的科技水平 这些内容都可以伪造 蓝星 你听我说 这些内容太荒谬了 怎么可能呢 咱们俩是夫妻 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 我的人比你难道不了解吗 晨晨是我的亲生女儿 这有什么好吃的怀疑吗 是啊妈妈 肯定是他们之前一计不成 现在又想了这法子来对付我 还故意在我的订婚典礼上 妈 他们就是想毁了我的订婚典礼 害得我一无所有 你要相信我跟爸爸呀 你不要说了 我不想听 谁的话我都不想听 老婆你听我说 听我说 不可以心 那我的话 夫人你总得相信 王医生 你怎么出现了 叶总 对于我的出现 你是不是感到很意外 我福大命大 你派来的杀手 没能杀得了我 若非是大少爷 来取放在我身上的录音笔 正好救了我 怎么会有机会站在这 戳传你和叶星辰的 种种恶行 夫人 我是说的叶正伯 叶星辰的情 替他们作为正乌县宋桥 您和叶星辰做的第一份亲子报告 是真的 叶星辰不是你的亲子女儿 宋桥才是 你说什么 别听他胡说 这个人 他是不是倒是坏了呀 夫人 叶正伯多年来一直 和您的佣人张紧串通 在您平时喝的汤里 吓入咖啡 酒才害命 录音的内容全是真的 我也是因为知道的太多 叶正伯才找人杀我灭口 我这些年做了太多错事 是时候 说出全部真相 接受自己应有的惩罚 叶正伯 我被吓毒的事 你也参与了 我 好啊 好啊 我做这些我有什么错 这所有的一切 都是因为你造成的 这些都是你造成的 我入坠你们家这么多年了 表面上疯狂诬陷 被人高破 可是你知道这些人背后 是怎么笑话我的吗 他们笑话我是你叶家的一头狗啊 这么多年我所受的委屈 我心里的苦 有谁能够知道啊 而造成这一切 都是因为你 都是你们叶家给逼的 叶正伯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真心待你 我的父亲 更是把你当做接班人一样 去培养你 我们所有人 都把你当做家人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叶正伯 你还有良心吗你 我没有良心 来 你摸一摸 有没有良心 我问你们 你们要是真把我当成家人 怎么会让我先 婚钱财产歇业 怎么会让我 改成你们叶家的姓 我问你 问问今天在场所有人 二十多年了 有谁还记得我姓孙 孙子的孙 你以为他们叫我一生业组 我心里面就高兴吗 对 这些财产都是你的 可是这么多年 我进心机里 打理了公司 到最后我得到了什么 我没有功劳 我也有苦劳吧 啊 我只是用属于我的方式 拿到我想要的 我有错吗 你不知廉耻 叶正伯 我真看错你了 我却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既然大家都摊牌了 好 那么今天 我就给你来点更刺激的 你之前身边的幼稳张锦 她是我的情人 二十多年前 我们就已经在一起了 在我的眼里 连的幼稳都不如啊 妈 这叶星辰 其实是我和张锦生的女儿啊 意外吧 我们父亲给你下了毒 你还替我们养了二十多年的女儿 只有你自己生下的孩子 她 变成了个人人寒大的可怜虫啊 而我和成姐生的孩子 却变成了个后在上的叶家大小姐 清不清醒 意外 痛不痛心 妈 妈 夫人 夫人 保持呼吸 别激动 我真没想到 我竟看错了人 你太让我失望了 你真的不配为人自明 甚至不配为人 宋乔 我已经对你神志异尽了 从今以后 离开叶家 不准再回来 乔乔 原来我才是你的亲妈 你是不是一直在厌恨我 对你不好 都怪我 我一直都认为 自己是一个合格的母亲 但是没想到 我却在一直深深伤害我的亲生女孩 我不是个好妈妈 你恨我是应该的 我没能第一时间认出你来 妈妈对不起你 乔乔 不 我一直都认为 你是一个好妈妈 我很羡慕叶星辰 能有一个你这样的妈妈 我也偷偷想过 如果你要是我的妈妈 那该有多好 我不怨你 我也不恨你 怪只怪我没有运气 能遇到你这样的妈妈吧 怎么会 乔乔 我就是你的妈妈呀 你能不能教我一生 教我一生妈妈好吗 妈 妈 妈 乔乔 乔乔 妈 我对不起你 我知道错了 当我知道 我不是您的亲生女儿的时候 我真的很害怕 我怕您找到您的亲生女儿之后 就不要我了 我只是一时糊涂 被恐惧和嫉妒冲昏了头脑 妈 我求求你 你不要不要我好不好 我想留在您身边 我想一直孝顺你 您就看在 你养育我二十多年的份上 你不要赶我走好不好 晨晨 她也帮我这么多年 我一直把她当亲生女儿赛养 确实舍不得她 虽然她的绅士 可这也不是她能选择的 不如就留下她吧 哼 你给夫人下毒的时候 怎么没有想过二十年的恩情啊 你给夫人下毒的时候 怎么没有想过二十年的恩情啊 你说什么 妈 下毒 妈 你不要听她胡说 我怎么可能下毒害你呢 妈 妈 其实之前的那段录音 我没有给您放权 是害怕您太伤心 但是现在 我有必要给您放权 一兄弟 我不管 你必须把这件事情跟我处理好 否则 我就把你毒害妈妈的事情 告诉妈妈 你是怎么知道的 谁告诉你的 不是 不止如此 她还把下了毒的汤 亲手端到夫人面前 我之前在给夫人检查身体的时候 就已经发现了 妈 我最近看您身体不太好 特意让张一熬了一碗补汤 您快趁热喝了吧 晨晨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晨晨 这么多年 我是拜扬你了吗 晨晨 之前在车库里 被杀的女尸案 现在有了新进展 监控里 清晰地拍到了凶手的脸 那就是叶星辰 仓库里被杀女尸案 现场有了新进展 车库虽然废弃 但受了监控 在户 监控里 清晰地记录下了凶手的脸 妈 妈 妈 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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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干的 妈 您终于醒了 你愿意认我这个妈妈了 我真的太开心了 他们呢 他们已经被抓走去做调查了 好 医生 夫人 夫人醒来就好 您的身体得好好养着 不要思虑过多 医生 你跟我说句实话 我到底还能活多久 我想留点时间安排身后事 夫人 实话是时日无多 不过如果能够好好调理 还是有继续活下去的希望 妈 要不然我给您换一家医院吧 肯定能治好您的 心里呀 你们先出去吧 我有些话 想单独跟乔乔聊聊 好的夫人 好 乔乔 当初我怀孕的时候 别替我有多高兴 我每天就摸着我的肚子 跟她说话 我就说 宝宝 你快点出来 妈妈好想快点见到你 等你出来 我一定会把你宠成全天下最幸福的孩子 可是 为什么就会变成这样 这么多年 你过得怎么样 妈 我过得很好 虽然张锦他恨我 但是他也把我养大了呀 一切都过去了 我知道 其实你过得并不好 而且 我对你也不好 我还深深地伤害了你 妈 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妈妈 我很开心 我能有机会做你的女儿 妈妈以后 一定会好好补偿你的 一定会把你 充成全世界最幸福的孩子 好 那我一定要做妈妈 最好的女儿 好 妈 新郎月星里 你愿意娶你身旁的新娘 永远不离不弃吗 我愿意 新娘宋桥 你愿意嫁给你身旁的新郎 永远不离不弃吗 我愿意 那就请二位新人 交换戒指 共同完成这场 爱的宣言 妈妈真的很开心 我最爱的两个孩子 今天终于结婚了 如果我真的离开了的话 也就不会有遗憾了 妈 您在说什么 您一定要偿命百岁 万一 以后夜星里 他欺负我怎么办 我还要找妈妈您 替我主持公道呢 好 妈妈呀 就站在你这边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都始终相信你 妈 我一定会照顾好宋桥的 您放心 好孩子 你们呀 以后一定要幸福地生活下去 妈 我最近一直在做研究 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果 您放心 我一定会把您治好的 好 那样啊 我却一直陪着你好久好久 一直陪着你好吗 妈妈 妈呀 我已经乖了